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今天的植物檢說員 我們要介紹的是小石孔雀豆 小石孔雀豆是屬於一種僑木 僑木是什麼呢 這一點就讓我來解說 什麼是僑木呢 大家應該都有看電視上吧 MBA想訂單人物的中國人是誰 姚明 我知道 姚明的身高 在高 在高 那麼的高 的高度大約三公尺以上 被稱為僑木 現在幫我來介紹 小石孔雀豆屬於東南亞熱帶地區 奇怪呢 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台灣呢 為什麼呢 注意聽 因為日治時期 日本人由越南引進來的樹種 而如今 小石孔雀豆 被作為行道樹 小石孔雀豆 為什麼會被作為行道樹呢 因為小石孔雀豆的樹形 很圓滿 葉子很多喔 樹 很高大 非常的高大 好 就讓我來介紹 它們的葉子 來 這是小石孔雀豆 等一下 我介紹 太多台詞了 我來 小石孔雀豆呢 我要來介紹它的葉子 它的葉序呢 是屬於護生 護生 你們一定不知道什麼人家護生嘛 對不對 護生就是 來 它是枝條 來來來 硬一點啦 枝條 會左右錯開 有沒有 左右錯開 這叫護生 而它的小葉呢 小葉 這叫小葉 它的小葉呢 是對生 是不是對生呢 來 對生 有沒有 像手一樣兩兩相對 這叫對生 記住了嗎 記住了 我知道 而它是屬於羽狀副葉 怎麼判斷它是羽狀副葉呢 注意看喔 它這裡 也就是它的 來 手舉起來 它的這裡 有一個芽 芽包 葉芽 這才可以判斷它是一片葉子 所以它一片葉子出去 一回 二回 這叫二回羽狀副葉 記住了嗎 啊 記住了 我知道 好 接下來我還要 很久很久以前 古代有一個有名的詩人 叫做王維 而它幫小石孔雀豆呢 創造了一首詩 這首詩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我現在就唸給大家聽 這首詩就是 我會我會 你會 交給我 紅豆生南國 生南國 你也會 好我來我來我來 靠我 Follow me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節 此物最相思 這首詩當中的呢 它的紅豆 不是我們吃紅豆湯的紅豆喔 而是它的 種子 來 大家注意看 它的種子 有沒有 種子 紅色的 所以我們就 王維就稱此物叫做 紅豆 謝謝啊 而它 它的豆子呢 也有 我們也稱作叫做 香濕豆 因為紅色嘛 看起來就是 愛情的顏色 紅色 所以我們叫做 香濕豆 而它的 種子呢 我們稱之為 甲果 甲果 甲果就是 你知道嗎 不知道 我知道 啊 我來 甲果就是 大家有沒有吃過 碗豆呢 碗豆就是屬於 甲果的一種 記住了喔 碗豆就是 甲果 OK喔 我知道的 你很聰明 看這影片都很聰明 我知道 好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它的 它的小葉 生命叫做小葉呢 就是它的 一回 二回 二回 岔出去嘛 它的葉子 我們稱之為小葉 原來是岔出去的 所以叫做小葉 OK喔 好 接下來 又到了我們要說再見的時候啦 謝謝大家 今天我們的解說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